你好 欢迎收看4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一代诗人杨牧今年3月此次 花莲市文化局在图书馆中庭举办了 《带你回花莲》杨牧真实纪念特展 17号举办这次会 特别邀请到杨牧的弟弟杨维邦 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 杨牧基金会执行长许宥邦 还有作家陈克华等人出席 以音乐舞蹈和诗文朗读来缅怀 这位被誉为台湾最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花莲诗人 花莲市人杨牧于今年3月辞世 享受80岁 为悼念这位台湾出身享誉国际的文坛巨播 花莲文化局4月起在文化局图书馆中庭 举办《带你回花莲》杨牧追思纪念特展 详细介绍市人杨牧的作品与成长故事 17日举办的追思活动 邀及杨牧弟弟杨维邦 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 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主任 即杨牧基金会执行长徐又芳 以及花莲县县长徐正卫等人 并请作家陈克华朗读杨牧师作 以舞蹈、音乐、诗歌、书写追思小卡等方式来缅怀 自己在深情就讲说 如果哪一天我先生 他希望是可以回到花莲 所以今天这个表情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这样想 而且我们也已经找到他最喜欢的地点 这刚才念头东海岸山脉的奇迪 就是花莲大墙上面的地方 那个地方看过去 右边就是花莲中学 白灯塔 以前的白灯塔 黑灯塔 左边就是东华大学 这就是他一生最梦寐的地方 前面就是七来三 张文奎 张老师已经联络好了 他会替我们去设计雕塑一个杨牧老师的半生的塑像 但是要慢工出细活 所以可能需要花一年的时间 所以大概在明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在我们人设院的人设宜馆 我们已经回看好几次了 寻找一个杨老师以前很喜欢在那边住足欣赏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半生像黄园的同时 希望能把它附近塑造成一个杨牧花园 杨维邦表示 杨牧生前一直说要回花莲 特展的名称就是杨牧的心愿 家属也已为杨牧选好墓地 将长眠在东海岸的起点华莲大桥上方 向北望可以看到杨牧就读华莲中学时看到的白灯塔 向南是东华大学 希望齐来山 可以说是杨牧一生最梦寐的地方 杨牧老师对我而言 有四个很大的特别 这个是我接近他慢慢体悟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说他天分非常高 他就是天生的诗人 第二个是他特别认真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 就是勤学 第三个就是说他态度 做事情的态度是一丝不苟 不但认真而且做事情的态度是一丝不苟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柔 而且对人很关心的人 就大概这几个特别加起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贯注 同时贯注到他的学术研究 跟他的文学创作里面 本名王晋圣的杨牧1940年出生于花莲 早年比名夜山32岁改成杨牧 承认洞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创院院长 先后创作包含响文、诗、翻译及文学评论等超过50种 是全方位诗人 也被誉为台湾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